历经12天赛程 2017台北世大运圆满落幕 总收票率超过85% 远多于上届光州的52% 成为时尚最热卖的世大运 台湾观众不止挺自家人 对外国选手也不另情给予掌声 让打破个人最佳记录 摘下男子标枪银牌的德国选手 Andreas Hoffman相当感动 特地在社群网站发文感谢台北 我非常感谢 因为我的竞争 而对台湾选手来说 在家比赛更是难忘 关于这一点 举破世界纪录 也举起整个台湾的举重金牌得主 郭幸准做出完美的诠释 首席的国人 然后他们用他们最大声的呐喊 我觉得就是充满着力量 所以我在最后一把挑战 142的时候是 我是非常的兴奋 然后我很期待地 可以赶快把它成功举取 然后享受大家 让大家一起享受这个荣耀 然后一起呐喊 所以希望在往后的日子 大家能够持续地关注 关注体育 支持体育 谢谢 台北市大运画下据点 不过各项目国手 重整旗鼓 运动生涯还要持续奋战 期待台湾人民 对赛事的热情和感动 也能延续下去 做选手们永远的后盾 回来体育新闻采访报导 不过各项目的